哈喽大家好,这里我是小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早安,晚安,晚安 今天我要分享的另外一个故事呢,关于犹太人的预言故事啦 这边呢,提到的是钱要用在刀刃上 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的钱要用在刀口上啦,我们这边说啦 就是说你用这些钱要用到它的价值所在,不要乱花钱的意思啦 因为犹太人有时候会给人家感觉既定观念里面,他们感觉比较 我马来西亚的话有可能讲,就是比较小气啦,比较吝啬啦 不舍得花钱的心的人啦,怎么的说 好,接下去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开始分享啦 今天分享的故事,OK,这个故事发生在古以色列王国时期 有两个好朋友,我们一个叫撒哈,另外一个叫苏儒 他们两个都是做小本生意的 但是过了五年之后呢,撒哈就变成当地非常有钱的富商了喔 但是这个输入还只是维持温饱,就是够吃够用啦 但是不到富翁等级 这个输入就有点奇怪,他就在找了这个撒哈 诶,brother,好朋友 我想问你咧,为什么哦 这个做这个,我们一样都是做小本生意嘛 都是同样的起步嘛,都是白手起家嘛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快在五年里面就变成富翁,变成这样有钱 而我还是一样的呢 这个撒哈就跟他说道 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诉你,原因只有一个 但是我跟你一个很大不同的原因 诶,那个输入就问 蛤,我们两个有什么不同 你跟我一样是同个地区的人 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 然后做的东西也基本上差不多的 为什么你可以做的比我好 为什么不同 我一样也很勤劳啊,我很勤劳做工啊 有可能甚至我比你还勤劳,为什么我输给你呢 沙哈就讲,嗯,这个只是表面罢了 他就问了那个输入一个问题 今天假设你今天赚钱,你赚了十个铜板 这样子你会怎样去花呢 输入一样,嗯,当然是用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啦 吃饱一点,吃好一点啊 就是这样啊,可能买好一点都会放家里啊 沙哈回道,嗯,这个就是我跟你的差别 就是这样啊,当我赚十个铜板 我就会,我一天内最多只用九个 我一定会把一个存起来 这样子,久而久之,我每天都存一个 我每天只用九个 这样我不是存十天,我就有十个铜板了 而你每天赚十个,用十个 这样子你当然是永远都没钱啦 这个故事里面带来的意义也就是说 他用钱的地方,储蓄的重要性 然后他也不乱花钱 他的意思是说,我只花在我需要花的地方上面 也就是说,我一天可能只需要九块钱 九个铜板就能过生活了 这样我只用九个铜板 叫我花多一个铜板,我都不甘愿 我都不会去花 所以,犹太人有时候给人家感觉吝啬的感觉 就是在这边啦 另外一个故事呢 也是提到的,也是把钱用在刀口上的故事呢 它是怎样的呢? 它是在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富豪家庭里面 一个犹太富豪家庭里面 它这个富豪的做法呢 它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一个都二十多岁,两个都是二十岁左右啦 因为他们基本上在美国的燕里基本上是十八岁就成年了 你们就可以搬出去住 你们就可以自己自管自己的生活了 我父母是不会再管你了 有些我听过的甚至是好像美国的爸爸妈妈来到自己的孩子家居住的话 还要给房租的喔 所以就代表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了 所以他就讲,嗯,这样子他就跟他的老婆达成一个协议 因为他很有钱嘛 所以他就跟他老婆达成一个协议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钱交 把我们的一些部分的财产交代给我们两个孩子 由他去自主管理 但是他的妻子就不同意 这样子的话就 他们太年轻太小了 不会管啦,怎样管钱 他们本来都没有什么没有用过钱的人怎样会管钱呢 所以他们就拿一个折中方案 就把孩子留在身边 但是给他一笔钱 所以他们就决定 这故事我看到的是呢 他就给了他的孩子一人 10千块美金 给我他们去管理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来做审查 到底他们做到了什么东西 哇,那两个小孩子很开心啊 20多岁的小伙子拿到 哇,我突然一个10千块 好开心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可以买这个,可以买那一个 当越来越靠近那个实现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完全不敢面对他自己的爸爸 这个富豪有钱就把他们两个交到面前了 所以今天就是你们的这个 观察期的剪截止日期了 我来看一下你们对这个10千块的美金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两个就沉默了下来 看着爸爸说,对不起 我没有把这笔钱管理好 这笔钱太难管了 钱多我很难管 然后他那个富豪就说 我就知道了 你们是不是 OK 你们怎样用我就知道了 第一个 你没有在 他是对这个男的说 你没有在了解清楚情况上 你就花6千块美金去买的一个股票 然后你的另外一个女的呢 他的女儿呢 他就花了 一拿到钱 在三个月里面就拿冯 花了多少钱去买的化妆品 然后呢 他的钱怎样会多呢 你对一个行业不了解 你也不可能会赚得到钱嘛 你的资金就会一直会流出去 然后花到不懂哪里去了 所以 他在结尾的时候 他就跟他们两个说 所以 我们犹太人有一记格元 花掉一美元 就要发挥一美元 100%的功效 而且要把支出降到最低点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们的观点 也就是说 我要花一块钱出去 我起码要花到那一块钱的价值 或者超出一块钱的价值 他们才甘愿花啦 好 今天就是我分享的两则故事 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我 给我一些评论 再给我五克金的点评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